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一聊越南的国家主席吴文赏啊 访问了日本与日本岸田文雄举行了会谈 日本和越南达成了最顶级的战略的合作伙伴 那日本与越南这个动作会影响中国吗 今天我会好好的跟大家来分析啊 今天会分解成为日本和越南两个方面 跟大家来聊看一看这个事情对于中国的影响 尤其这个新闻大家也可以看到 中国最近在东亚东南亚一系列的一个动作 中国的战略到底是什么 大家看清楚中国的战略 大家也就知道日本与越南的未来了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新闻的本身啊 日本和越南的这个最顶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都合作了哪些东西啊 包含军事武器都在合作 可能有些同学担心了 哎呀这个时候日本要这么去干会不会影响中国呀 这个时候我必须要提醒各位啊 换另外一个角度大家去想想 嘛双喜临门呢 日本人一定要这么继续顶着来 你不顶着来中国还找不着机会收拾你啊 而且你日本这样去做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真的是一个哎 大好的机会双喜的临门 为什么这样讲 先看完新闻啊 日本首相安庭文雄和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在东京同意扩大安全合作致力于国防装备和技术的转让 并开始讨论日本向该地区志同道合的发展中国家军队提供新的援助计划 日本要对东南亚啊这个该地区的啊志同道合的发展中国家啊提供这个新的啊援助计划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哦 日本人干的漂亮 而且这一事项还意味着啊 日本现在已经与中国美国印度一起获得了越南的顶级的合作伙伴地位 这个事情啊 咱们先从日本的角度来聊一聊啊 其实啊这个与越南的这个合作吧对于日本来说确实聪明啊 我必须得说你从细节的角度上来讲啊确实是聪明啊 因为越南这个国家确实是在东南亚这一片地区啊 算是特立独行而且是组织能力最强的一个国家 尤其是对比越南旁边的什么老窝呀 对不对什么缅甸呢 对不对这些国家一对比柬埔寨呀 这些国家一拿出来对比啊 这个越南这个国家的组织能力确实是很强 而且越南这个国家人口也不少 曾经也是地区上的小霸王 所以说呢日本与越南如果能够达成了这个合作的话 确实对于日本来说是个好事情 因为日本最近的一些战略 之前跟大家讲过永远就是祸水 他要东引 对不对别人往前去冲 日本躲在背后 比如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你看起来是日本有事 其实日本没事啊台湾跟大陆打了起来 日本的钓鱼岛就说这一个点 日本就缓解了极大的一个压力啊 所以说日本最近一系列的动作 最近也跟大家聊过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包围中国 对不对 然后北边的韩国 东边的日本 南边的澳大利亚 西边的基尔基斯斯坦 日本拼命的在这些地区搞事情 但是的话你拿这些国家针对中国 你出了大问题 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你玩的是把中国当敌人 那把中国当敌人 你伤害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利益 你会成为那个破坏大家利益的那个敌人呢 中国不玩这些啊 中国玩的为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日本人得好好的好好的琢磨 好好的好好想想 不然的话 这真的是提升不了层次 对于日本这个国家会出大问题啊 那讲日本啊 聪明这一招 对不对 聪明 但是的话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日本细节啊 做得好 对不对 什么叫工匠的精神呢 争额大米饭 人家可讲究了 对不对 然后但是的话 没有制定大战略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啊 为什么呢 就像我最开始跟大家讲那样 你日本与越南合作 对于中国来说 双喜的临门 为什么叫双喜的临门 首先你日本你自己什么地位 你是不清楚吗 二战的战败国 你现在不被允许拥有军队 你一个啊 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国家 你与其他的国家进行军事合作 就是因为当年你日本在亚洲地区玩的军事的动作 你侵华侵略了大量的亚洲的国家 才有了你一个二战战败国的一个名号 才有了你一个走到现在 他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的一个状态 才有了你日本遭受原子弹打击的一个结果 结果呢 你走到现在 你跟别人搞军事的合作 你这个国家根子就是歪的 你还跟别人搞军事的合作 中国要收拾你 那叫那叫理所应当 而且你你日本玩的这是什么呀 之前跟大家讲 我骂这不就是合纵吗 对不对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包围中国 谁跟中国关系不好 日本就大量的与谁合作 希望霍水冬营让这些国家往前去冲 对不对 这个合纵之术啊 日本躲在背后啊 让别人往前去冲伤害中国呀 日本在背后 坐收渔翁之力 日本赢麻 但是啊 没有大战略你会出问题 你这样去玩 我就想请问一下 中国可不可以这样玩 对不对 中国可不可以这样玩 中美不愿意玩这种 这种意识形态对他 或者说叫脱钩 对不对 然后中美不愿意玩 因为中美这两个国家太大 那你日本 你要跟中国玩阵营对抗 中国跟你玩阵营对抗 你日本真的是哦 你得好好的掂量掂量 自己未来会遭受什么样的一个代价 你日本当年干的那些糟烂事 还没有跟你算清楚 你现在还在折腾 你玩合纵 你谁跟中国关系不好 你跟谁合作 对不对 行 没问题 那我中国也玩 中国跟谁玩 中国不用跟别人玩 中国只要跟朝鲜韩国玩就够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而且 而且日本跟中国玩这种算是啊 就是算阿拉阵营对抗 那谁能赢呢 在亚洲这片地区 刚才跟大家讲了 日本玩的是伤害别人利益的方式 对不对 然后中国玩的呢 是给别人机会的方式 给别人机会就人类秘密共同体啊 你日本不给别人利益 然后的话 中国可是给别人利益啊 什么意思啊 中国跟越南的合作 越南为什么愿意跟中国合作呀 越南恨不恨中国 当然恨 我相信各位都了解 无论是历史上啊 越南人认为自己受了委屈 还是说近代的啊 对越的自卫的反击战 对不对 中越之间的战争啊 然后的话 越南恨中国 确实恨 但是越南哪怕恨中国 为什么他还要与中国合作呀 因为他要发展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你日本拉着越南 如果要与中国为敌的话 那越南内部 因为跟中国的交往 得力的这些势力 将如何看待你日本呢 你就是他们的一个敌人呢 你是伤害他们利益的敌人呢 你赌人财路 如杀人父母啊 你日本杀越南国内某些人的父母了 那个时候你日本真的是把这些问题搞大了 你日本与越南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啊 这就是日本玩这种 合作之术 他幼稚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你看看越南跟中国什么关系啊 越南从店 你这哪怕是店 他都得从中国这来买 没了中国给他提供的这些店 越南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 你拉着越南跟中国顶 越南当然跟你日本合作了 能多赚钱 就多赚钱呢 谁愿意别人拿着钱跟我合作 我把别人赌回去啊 对不对 可是大家也就看到了 你日本给钱 你能 你能比中国有钱吗 那不真的是开玩笑啊 无论是基础建设能力 还是高新科技的这种行业合作的能力 你日本能跟中国比吗 对不对 跟着谁一起才能够有明天 跟着谁一起才能够有未来 你这个时候拿着钱给越南 人家越南也会想啊 对不对 跟谁这个利益更大 对不对 当然了 成年人他全都要 小孩才做选择题 但是你日本人如果有一天 逼着越南人做选择题的时候 日本会成为什么 刚才就讲了嘛 越南的敌人呢 所以说日本想要这样去玩死路一条 那刚才跟大家讲 中国如果像日本一样 中国也拉什么韩国朝鲜 然后收拾日本 为什么能够成功啊 因为你日本对于朝鲜 不长他没有恩义啊 你日本对朝鲜 那就是往死里弄呢 你日本弄朝鲜 那就是配合美国人来回的制裁朝鲜呢 是一点都不给朝鲜人机会啊 朝鲜这个国家 大家都知道穷穷的 叮叮又当当啊 朝鲜想不想发展 朝鲜人想不想要过好生活 都想 可是你日本是怎么做的呢 所以说 朝鲜与你日本为敌 嘛 理所应当 不要说跟你日本一样 什么跟朝鲜 什么军事的合作 提供什么军事的装备 不用这样那中国只要玩点别的 你日本都受不了 什么别的 还是那句话嘛 让子弹飞嘛 对不对 让子弹飞 然后啊 县长张马子 让在俄城之内大洒的金银 对不对 然后抢来的这些黄金的白银啊 这个蛮大街的去去洒 然后的话给了啊 俄城的百姓一个发财的机会 俄城的百姓很开心的 一夜过去啊 这些真金白银拿回家中 大家开开心心的打麻将 结果呢 结果哎 人家黄四郎黄老爷派出自家的马车 对不对 这个态度就是把你们的这个黄金白银给我交回来 然后的话当地的百姓 俄城的百姓 干不过黄老爷呀 黄老爷来要钱了 就得就得交出去呀 哎 交出去了 黄老爷开开心心的把钱拿走 但是就是这个动作 黄老爷死定 为什么你抢了别人手里的钱 你堵了别人的财路 你如杀人的父母啊 别人心里的恨 他也就出来了呀 俄城百姓恨你黄四郎 你黄四郎会有好果子 你日本人把朝鲜人往死里弄 你会有好果子啊 对不对 你素长的没有恩义啊 人家好不然有一个发展的机会 你在这叽叽又歪歪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在这找事 行 没问题 人家恨你这个种子 你如何让这个种子不要发芽呀 这个恨意出来了 结果呢 对不对 这个县长大人啊 张麻子同志啊 人家啊 马上在俄城县内 打撒的枪支弹药啊 撒了一成的啊 这个枪和子弹 然后一夜过去 哎 一夜过去 然后的话 这个俄城的百姓又把枪支弹药全拿了回去啊 这个啊 这个黄四郎黄老爷 马上又派出了马车给收回去啊 结果马车不仅没被收回去 马车还被干烂了 为什么呀 俄城的百姓认为你黄四郎是敌人的 你抢人家的钱 人家现在有了枪 有了子弹 人家要自保啊 对不对 恨意出来了 把你当敌人了 你抢了别人的钱 钱了 对不对 有人满大街的撒枪撒子弹 人家拿在手上 人家可以跟你干了 你再来抢人家 就啊 就直接跟你干了 这个态度已经来了 人家为什么要跟你干呢 因为你抢钱呢 对不对 因为你抢别人家的 你赌别人家的财路啊 那你不活该吗 然后的话 朝鲜 日本 越南 日本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 你日本赌朝鲜的财路 你赌朝鲜的活路 人家不跟你拼命吗 然后的话呢 对于朝鲜这个国家而言 有没有人啊 在这个朝鲜啊 这个国家的门口 然后的话 这个撒点枪 撒点子弹呢 这个不好说 不好说啊 没准朝鲜的山里面 也得涨点无人机 这个朝鲜的山里面 也得涨点导弹 对不对 这个这个朝鲜的山里边 也得来点啊 这个武器的弹药 这没准朝鲜的山里边 对不对 因为朝鲜也打仗啊 曾经的抗美援朝 对不对 然后呢 美国人没准啊 在朝鲜当地 抛弃了大量的武器的装备 对不对 然后他啊 这个这美国人走后啊 没有来得及啊 把这些装备挖出来 哎 朝鲜人挖出来了 挖出来了 无人机 哈哈 挖出来了啊 这个高潮因素的导弹 你日本人受得了吗 对你日本受得了吗 最近听说啊 朝鲜好像挖出来了一些卫星 哈哈 对不对 这个卫星的发射 代表着这个啊 朝鲜的中远程度的这个啊 导弹的这个能力 因为你能够发射卫星 也就代表着你能够拥有 发射弹道导弹的一个能力啊 对不对 不仅是啊 卫星这一块啊 有突破 卫星技术有突破啊 导弹技术竟然也有突破了 谁抢朝鲜人的钱 谁是朝鲜人的敌人 对不对 中国用得着啊 满大街的啊 给他撒武器吗 不用啊 朝鲜人自己能挖矿 对不对 朝鲜发生过战争 能挖出来这些装备 那无人机技术呢 对不对 无人机技术 听说啊 大家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 这个朝鲜的无人机 往这个韩国的首尔的上空去飞 对不对 在首尔的这个委总统府啊 这个韩国的这个委总统府 对不对 上空在哪来回来飞 韩国人都急了 朝鲜人的无人机技术如何呀 这个无人机跟这个导弹 往你日本飞的时候 你日本什么感觉呀 日本阻挡得了这个趋势吗 而且对于韩国国内而言 之前跟大家聊过 这一次中日韩三国的外长会议 韩国的表现 外长朴正啊 跟王毅在那用中文啊 做表达 而且朝鲜这个问题啊 这个韩国人不再求救于美国 而更加的在乎于中国的观点 对不对 而且韩国人还愿意啊 主动的推进下一轮的三国首脑的这个峰会啊 这个态度 这个展示很明显了 那对于韩国右翼最担心的 也就是在韩国国内啊 这个韩国人把韩国右翼称之为韩奸的 这样的一种声音 他如何把这个韩奸这个帽子给摘了呢 他根他不干净啊 韩国的右翼 韩国的现在的国民力量党隐虚 对不对 他们就是当年配合日本殖民朝鲜半岛的 这些韩奸呢 这些警察体系 公务员体系 军队体系 以及财阀体系的这些人的后代啊 那怎么样把这个帽子给摘了 对不对 韩奸这个帽子摘了 对不对 那就得当民族的大英雄 对不对 如何当民族的大英雄 你日本就得富足点了 对不对 你日本就得啊 拿借你向上人头一用啊 把你这个人头拿回去 一展示一看 对不对 我们不是韩奸 我为我们韩国人的报了大仇 我们把日本人给弄了 这个时候 大家就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 朝鲜与韩国站在了一起 韩国也与朝鲜站在了一起 一起与日本为敌 而且韩国与朝鲜里面还有一个朝鲜 是啊 真的是恨你日本入股的一个国家呀 你日本怎么办 不说发生战争 就说拿着这个波斯坦公告来收拾你日本 你日本都受不了 因为韩国最近关于为安妇的一个判决 就已经表态了 拿着国际法 说你日本政府需要被韩国管理 韩国拥有对于你日本政府的管辖权呢 这符合国际法 你日本还不知死活呢 韩国的态度以及朝鲜的未来已经很清楚了 日本人很聪明 对不对 找到了一个准确的国家 这个越南确实是在这个东南亚这片地区啊 特立独行的国家组织能力非常的强 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 如果能够跟越南合作 确实有可能影响中国啊 在区域的影响力 但是的话 还是那句话 中国没赌越南财路 你日本赌了朝鲜财路 不需要跟你日本一样 你一个战败国 与其他的国家搞什么军事上的合作 对不对 我中国只要看着别人从山里挖装备就行了 你日本那个时候受得了吗 这就是日本的一个未来 看似聪明 没有制定大战略的一个能力 倒霉的是他自己啊 这个新闻咱们讲回越南啊 那越南为什么这样去操作呢 为什么最开始跟大家讲 这个新闻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啊 在东亚东南亚的一个战略呢 越南为什么这样去做 他原因很简单 他也着急 越南也着急 你可以看一看 这个属于越南最顶级的合作伙伴的这些国家都是谁 中国美国印度和啊 这个日本 咱们先说美国与越南的合作 美国与越南的合作 我这说不出他一个步子 为什么呢 中国也是成年人全都要 越南什么国家 那也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制造业国家 对不对 接手了很多中国也啊 不是特别需要的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一些企业 一些行业都转到了越南 对不对 越南想借着这些行业能够啊 让这个国家有一个向上走的一个机会 这个越南他这样去做啊 没有任何的一个错 对不对 谁哪个国家要发展是错误的呀 越南是一个新兴的制造业的国家 那美国是一个大号的市场啊 美国需要越南的这个商品呢 越南与美国什么合作伙伴 这个东西没有多大的一个关系 只要不是排他性的 没有多大的问题 越南也没有做任何排他性的合作 所以说越南与美国合作 说不出来的一个步子啊 然后的话这个印度呢 印度就怪怪的 为什么呢 印度当然也是个大市场 越南也在乎 但如果越南制造 继续的往上去发展 具有一定的地位 那印度伤害了印度的本土的这些啊 这些顶层人的这个势力 印度种姓啊 那个顶层种姓啊 这些劳地主啊 劳乡绅 劳门阀 伤害了他们这些人的这个利益 越南这个国家可能 可能在印度会倒大煤 但是越南与印度的这个合作 归根结底原因 也是因为越南是一个新兴的制造业国家 他与印度这个大市场合作 有利益 但是最好与印度合作 你越南别做太大 你做太大 印度人可能对你那个态度会转变 因为印度的制造业能力不足 如果你占有了印度的大量的市场 那印度这个国家就会觉得你只赚我的钱 我赚不着你的钱 我成为了你 你商你的商品的倾销地 那印度这个杀猪盘 他就得冲着你越南而来呀 所以说呢 这个越南与这个美国和印度这个合作 其实都还好 但是最有问题的就是这个日本 日本跟越南 对不对 日本能给什么 当然能给点钱 但是日本你竟然给越南提供军事上的合作 这个东西越南你就有点出了格了 但是我必须要跟各位讲 越南他也多多少少有点原因 这个原因非常简单 确实担心 大家可以看看东南亚最近发生的事情 缅北对不对 这个果敢的游击队 人家也从山里边挖了点装备 对不对 缅北给搞了一个大难堪 对不对 这个缅甸的军政府真的是拦都拦不住 出了大问题了 然后的话中国现在呼吁和平了 但是的话 你缅甸的军政府就应该要知道何去何从了 你伤害中国的利益 你搞电炸对不对 你那个电炸的产业都是几十万人的 这样的一个大产业 而且主要的市场 你坑中国人 对不对 你坑中国人承担那个代价就行了 但是中国不用自己出手 你自己做过孽 对不对 你赌过这个果敢 彭家生他们家 他们家的活路 你都把他们赶到山里了 这个果敢的彭家生恨你们家 彭家恨你们缅甸军政府 那么活该 对不对 你把别人的路全赌死了 人家当然要跟你拼命啊 对不对 就像日本对朝鲜一样啊 大家慢慢看就知道了 然后呢 这个在缅甸还发生了另外一个事情啊 今天新鲜出路的一个新闻呢 这个海军第44批护航的编队啊 然后的话 这个抵达缅甸了 这个新闻为什么有意思啊 第44批护航编队之前是在啊 这个阿拉伯海域 或者说在波斯湾附近 这样在那边执行任务 这个时候大家看到了第44护航编队啊 从波斯湾 然后一直啊 现在开到了缅甸海附近 对不对 缅甸湾附近啊 来到了缅甸的附近 然后的话 这代表着首先啊 这个中东地区的压力啊 降了很多 美国的态度啊 变得很乖 对不对 拉着以色列要停火了 然后美国不乖 美国就承担一下 成为大家共同敌人的那个代价 总而言之啊 中东那边呢 这个啊 整个态势没有那么紧张了 第44护航编队 也就来到了缅甸 来到了缅甸 这是一个军事上的行为啊 对不对 这第44护航编队 跟第43护航编队 再加上两艘055 然后在这个波斯湾 在吓唬美国的两个航母编队 现在在其中之一 来到了缅甸 给你见识见识 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052DL 对不对 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054A 让你见识见识 叫什么海军的 这个补给舰 这三艘军舰 大家不要小看 之前跟大家讲过 一艘052DL 能那个菲律宾 一个国家的海军 估计都干不过 那你缅甸的海军呢 对不对 我用不着别的 我这一个护航编队 三艘船 对不对 给你看一看 你干得过吗 对不对 东南亚啊 里边的一个缅甸 怪怪的一个缅甸 这个态度有点 奇形怪状的 这个缅甸 坑了中国人利益的 这样的一个缅甸 让你见识见识 对不对 缅北那边打的热闹 是吧 你还想自压吗 你要自压 你玩狠的是吧 你看一看 这第四十字 护航编队 刚在波斯湾 吓唬完美国人 你美国人怕不怕 我不知道 但是你缅甸人 怕不怕的 你看一看 对不对 这就是中国最近 在东南亚的一个动作 不仅在缅甸 然后在泰国也有动作 在泰国动作 中国根本就不用吭声 泰国这个国家 在东南亚太有意思了 泰国和越南 那可是啊 这个中南半岛 传统的两大势力 这两个国家的关系 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这两个国家 都有鲜明的一个特点 越南啊 这个比较喜欢干 对不对 然后泰国呢 这个政治外交手段 特别的一个高级 哪怕在二战 日本人到了东南亚 这个泰国不说毫发无损吧 也没有受到多大的一个伤害 这个国家的政治外交的能力 非常的一个强 最近也跟大家聊啊 这个这个 这个啊 泰国新选上来的这个 赦德他 对不对 这个首相啊 赦德他 然后呢 他选上来的时候 这个特别有意思 因为啊 这个当时泰国的这个大选呢 然后这个获胜的这个政党呢 他是啊 这个有点是鲜明的美国颜色革命的 这个前进未来党的一个 一个换了一层皮的这个政党 就是说啊 是配合美国人在泰国玩颜色革命的一个政党 赢了大选 对不对 赢了大选 可是呢 赦德他可不是这个党的 对不对 赦德他好像是卫泰党 也就是他信他们那边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赦德他也跟这个泰国的啊 这个泰国王室啊 泰国的这个军政府啊 这个关系啊 比较密切 属于传统的泰国的这个政治人物 大家没觉得很怪吗 一个亲美的 然后配合美国人在泰国玩颜色革命的一个政党的 这个政党他获胜了 结果被泰国玩来玩去 玩来玩去 玩的他现在基本快消失于泰国的政坛了 他的大选的胜利都变得没有用了 这就是泰国 泰国这个国家的政治外交能力非常的强 他不会轻易的倒向一边 没那么的傻 他永远在围绕着泰国自己这个国家的利益在走 这也就保证了泰国 哪怕在二战当中 他没有受到多大伤害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政治外交能力非常强 可是呢 哎 泰国的这个首相射到他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提到了一个事情啊 就是说我自己都接到了这个诈骗的电话 对不对 然后还给我发短信 还恐吓了我 对不对 还指呼我的名字 这个妈 这个诈骗电话 电诈电话 太可恨了 然后要求在泰国 这个加紧杜绝网络和电信诈骗 看见没 看见没 缅甸军政府 看见没 这叫长眼 这叫政治外交能力强 一个啊 不轻易导向任何一方的这个泰国 现在这个态度 大家觉得他是导向哪呢 前一段时间 对不对 然后针对中国人在泰国啊 那个针对中国游客啊 针对中国游客吧 有一个那个那个 那个枪击犯 对不对 然后的话在泰国啊 打中国的这个游客 结果泰国马上宣布 对不对 这个枪支管理我们要加强了 确实实打实在做啊 这个事完之后 马上就说电诈的事 泰国往哪个方向去走 对不对 一个不轻易导向一方的一个国家 政治外交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国家 越来越配合中国 长眼哪 对不对 长眼哪 实时务者为俊杰 然后的话 缅甸泰国 这些事情的发生 大家都会发现 中国对于东南亚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再加强 对不对 我要维护我自己的一个利益啊 我不能够就是说 然后你来坑我的中国人 你来电诈我的中国人 我一个一个字都不说吧 我一点动作都不做吧 没人这么干吧 对不对 你别让我找着机会 你别让我抓着借口 抓着借口给你没完 对不对 你绝对要付出代价 东南亚这些国家自己都得啊 好好的看一看 要不要与我中国发生矛盾呢 然后的话 在啊 泰国和缅甸 这两个新闻就发生了 那你越南呢 越南也看到了这些啊 越南想要成为中南半岛的大国 对不对 他那个强国之心啊 他一直都没有放弃 也确实看到了中国现在影响力 往上去走 也担心他也想与美国印度 日本一直保持关系 首先多赚钱 这是没有错的 其次呢 也想要引入外部势力 与中国进行一种平衡 可是呢 你怕你担心 你想要平衡 你有一个问题 你解决不了 这个问题就是 你对于中国的依赖呀 中国这边不需要 做任何的一个事情 中国只要敞开了说合作 你跟不跟我合作呢 你不跟我合作 你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啊 对不对 我提醒你了 我中国苦口婆心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啊 咱们咱们得不玩 不要玩阵营对抗 不要玩排他性的组织 对不对 不要玩意识形态对抗啊 中国跟越南也玩不了 什么意识形态对抗 然后呢 咱们不要玩阵营对抗啊 不要玩排他性的 咱们得合作 那越南合不合作 越合作 越南跟中国绑定就越深 就像现在一样 越南的店都得从中国这来 对不对啊 要不合作呢 不合作 我苦口婆心了 阵营对抗 你要付出代价 对不对 玩阵营对抗的那个美国 玩阵营对抗的那个美国啊 现在又如何呀 对不对 在台湾这个问题上 这个老拜登不仅讲出来了 四不一无意 在旧金山会议之上 还得面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在那质疑 对不对 台湾这个问题啊 你说反反对台独了是吧 你得有动作 你没动作不行 而且呢 第二个要求 不能武装台湾 不能往台湾迈不去了 对不对 第三个要求 你美国得支持和平统一啊 美国人面对中国给他施的这种压力 他一盯点办法都没有啊 对不对 美国玩阵营对抗 玩来玩去 现在被中国在揪着台湾这个问题 让美国表态 表决心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越南要玩吗 那接下来呢 中国肯定苦苦婆心 要问一问越南的 你有没有排他性啊 你又没有针对第三方 你是不是在针对我 你针对我是吗 那咱们的这个经济上的合作 可能多多少出问题 怎么办呢 对不对 你那个电力 我中国的电也不够用啊 这就是中国在东南亚的一个玩法 与日本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中国肯定会说要加强合作 为什么呢 中国有这个底气啊 而且中国从来不排他 为什么中国不排他 不针对第三方 因为你也别针对我 你跟别人合作 别针对我 对不对 只要这个基础一拿住啊 你是不是要破坏和平稳定的问题一来 那他就得掂量 未来自己要付出什么代价了 看一看都内亚的周边吧 越南 所以说越南与日本的这个合作 大家觉得能成事吗 越南这个事情 好说 日本 你就好好的掂量掂量自己的未来吧 对不对 你公开的在中国周边玩军事的联盟 哎呦 真的是 双喜的临门呐 对不对 大好的事啊 你等着看是吧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